公司的規模 我想我们如果要保持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国际性的品牌 在我们手上能够把台湾的品牌 能够做成国际性品牌 我们需要一个战斗团队 而且它必须有一个相当的规模 那我们就不能做两三个人的这种公司 设计公司很特别 设计公司很特别 我们的收入呢 其实不见得会因为规模大小而有所影响 可能人少赚的会比较多 因为设计公司的薪资结构里面 就是我们所有的开箱最大的就是薪资 就是花在人身上 那我们也可以保持就是两三个人 然后所有事情就是有案子进来的时候在外包 那我们横挑案子一年就做两三个绝对可以赚到钱 可是呢当你碰到大型的案子的时候 像我们曾经有接过这种一年营业额六千亿台币的这个公司 那开会的时候呢全台湾的处长级以上都到 处长级以上都到的时候 然后如果我们就去两三个人 那你这个公司就不太像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也是怎么样 我们最少去的也有八九个到十个人 然后他们是每个礼拜要开会 小公司根本撑不住 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它会起码有一个一定的规模 那至于说会不会变得很大 这个其实蛮简单的 我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回答这个事情 在我们开的二十五年来 有很大的创造公司 台湾最大的创造公司都来找过我们 他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意愿 现在大陆也有这个意愿 但是北市现在目前缺的不是资金 不是资金 因为我们就算有多少亿的资金 亿注进来 我们下个月的客户还是差不多 就是这几个 我们重要的是客户的来源 假设说客户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们随时可以有资金的亿注进来 然后你可以从几十个人立刻变成三百元 所以规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有必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过展到很大 那如果说一切 现在你看到有多少人 一切的这些配备 就是为了我们的市场规模 跟我们的品牌组的需求